前几天,一辆新买的三个月的马自达阿特兹 就因为车主技术太差,不会开车,直接撞到了村口的石墩子上 好好的车子前脸立刻就毁了容 这种石墩子主要是为了防止大货车出入村子的 对于这种普通的小车,过去根本不难啊 可能是驾照烤的都是假的吧 而看了这个车祸现场后,网友们跟人说 这车铁皮也太薄了吧 这个车因为直接撞上了石墩子,算是毁了 而车主担心受怕,看起来也吓得不轻 虽然村长也很无奈,但是还是被要求进行经济补偿 这车子被石墩子直接撞出了一个大坑 看得小编都觉得慎得慌 好歹这车撞的地方人不多 不然这样的技术,开上马路,整条马路都危险了 这车主妥妥着马路女司机啊 各位车主一定要好好的把驾照,操作牢记于心 这样上了马路真的很难保证自己的安全啊 也难怪网友说这车铁皮薄 前几天同样的另外一位车主被撞了车 好是追尾,后面全部凹进去了 还是个刚买不久的新车 本来还想开回家好好保养 出去炫耀一番,结果就被别人追尾了 开了一个坏车回去 修理费也要好多钱啊 看着小编都心疼 这样的车看起来坏得不轻 修理费估计也要个万把块吧 都说日系车一撞就坏 好像真的没毛病 不知道你对这个怎么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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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